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台湾 这经济学人之前这样的封面故事 真的影响到许多台湾人 那大家都觉得说 是不是这几年越来越加的兵凶站围了 移民潮出现了 那么也看到这个里面有许多的故事 还有许多的案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根据有一份报导就指出说 有人已经眼看着 共机绕台啦 以哈战争 厄乌战争等等 那用脚投票 好像是现在进行事 台湾已经出现30年最有感的移民搬家潮 像比方说在报道当中 有访问一位移民搬家公司 有30年经验的徐先生 不是我们在座熊廷 徐先生观察到过去一年 台湾跨国搬家数明显的增加 过去一年包括询问申办的移民签证数 增加大约三成 一入却是明显的减少 台湾厂商就有业者说 台湾如果被视为战乱国家 不要说打仗了 海岸线被封锁 那产业就完了 现在订单就会越来越少 大陆台商呢 甚至也有说 有些政党没讲到中国就不会选举了 台商就好像没有归于返乡 在大陆投资啊 就好像是有罪一样 所以呢处境越来越困难 那在台湾的这些老百姓 当然呢有办法的都想要移民 而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热潮 我想在座这个红廷 对于这个业界也蛮有一些了解的 所以来红廷 那你所看到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确实 我觉得用缴投票的这个状况 其实非常非常多 当然其实很多的高 比较高资产的家庭 都我在讨论就是说 我是不是需要有所谓的第二家园计划 或者是去拿所谓的这个第二本护照 所以这分两个层次来看 你可以看到整个东南亚都动起来了 新加坡过去 很多台湾人都移过去了 是 然后呢 泰国出现了所谓的养老签证 养老签证就告诉你说 欢迎台湾人到那边存款多少 我给你一个长期的居留权 马来西亚针对台湾 也提出一个所谓的第二家园计划 那更不要问就是说 其实各国都有所谓的这种 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要去哪里拿护照 那现在台湾人都要移民去哪里 所以好几个 我身边就超级多案例的 比如说 现在比较流行的地方 在欧洲的话 黑山啦 西班牙葡萄牙啦 土耳其啦 那最早最早是澳洲 所以我身边最好玩的 以前曾经出现一个故事 就是2020年 两岸疫情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两岸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进入兵修站委的状况 我身边有两个不同的朋友 做了两个不一样的选择 一个朋友说他想要去澳洲 所以他就去澳洲买了房子 然后准备去拿所谓的澳洲护照 那两三年过去了 他说护照还没拿到 但是房子涨了一倍多了 莫名其妙了 就有资本利得 那另外一个朋友选了土耳其 那这个土耳其就变成 对他来讲 就是说 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政经局势 三年前他选了在土耳其 土耳其也是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以后到现在三年过去了 土耳其跟台 土耳其币的 土耳其叫里拉 里拉的汇率跟台币的汇率 从1比5到现在变1比1.15 所以他的资产等于是 等于打了接近快两折 多一点点 就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地方涨了一倍 一个地方变成三分之一 所以其实大概的去理解 整个国际的局势 其实蛮重要的 就如果要移民 不要去汇率不稳定的地方 因为那个对整个 整个自己的资产 还是所谓 还是有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可是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说如果今天 台湾过去上一次移民潮 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97年99年 对不对 98年最危险的时候 那现在 非大危机的那个时候 对 现在为什么 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紧张的这个部分 就表示很多人看到了 很多人看到 就是说两岸不是 没有冲突的可能性 10年前20年前 或马总统执政的时候 没有人会认为 有这种状况的 大家那时候只认为 就是说反正呢 或许有一天两岸 所谓的生活的模式 很多东西 接近一致的时候 和平是可以看到的 是一个 和平是一个 共同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你问大家 就是说和平 是有机会的吗 还是兵凶战危的状况 是未来是一个新常态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会认为说 两岸接下来的 是挑战是严峻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那有办法的人 当然就要干嘛 就要选择就是说 我可能要有 second plan second choice 或者是很多 那这些东西 就像我刚才说的 除了民众去想以外 你看东南亚 就有一个最大的例子 好几个国家 针对台湾 已经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来 所谓的第二家园 我已经欢迎你 我还特别提出 这样的方案给台湾 那你就知道 东南亚也觉得 这个很危险 也有商机 他才会做这样的事 你听到了吗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 这个叫做商机了 所以像台湾在招手 我周遭有蛮多朋友 他是用双重枸杞 反正我还有另外一种护照 万一真的情况不对 我自己先跑 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周遭的一些朋友 那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有小孩 我不这样行吗 所以你只要想到 家人的性命 这些东西都是其次的 其实中共领导阶层 有些特质比较像康熙 或那种朝廷的运作的方式 你知道吗 当时就是说 打仗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其实双方面都手下留情 会有这种特色 不会打得太极端 为什么 因为康熙是满足皇帝 可是他说 我是中国人的皇帝啊 他还交代私郎说 打仗比较不较 所以他不会打得很激烈 因为当时已经很清楚了 清军的海军力量 是郑成功军队的三倍 以前是 郑成功军队是清军的三倍 后来倒过来了 那我们跟大陆现在 不只差三倍啊 所以 这种打的话 本来就是不平衡的一个战争 所以康熙皇帝就说 哎呀这个老百姓 尽量不要伤到啊 等等啦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他是鼓励说 好吧 您这个打仗之前 风声已经很累了 台湾一大堆人就 正式王朝的很多人啊 尤其商人啊 等等老百姓 很多人移民回去 就在 也不叫移民啊 就这样回到那个福建 就回到福建 然后因为当时金门 已经是属于这个 康熙皇帝在管的 也有很多台湾人 就移到了金门去了 那 再移到回到金门去了 他会不会说 你说不忠诚啊 就不会 你爱去哪你就去哪里 那后来这个政客手上打书了 他得封给那个汉军工 就是公活博子男的最高阶的汉军工 那只是没有给他薪水 因为他还准许他在台湾的田地的收租 继继继继继继用 因为他有那个台湾在田地上有那王田嘛 那种收租继继继用 所以两岸之间 只要比出胜负 基本上 我认为不会太计较 所以如果你到东南亚有困难的话 我知道一些很多金门的朋友 他都已经在厦门制禅 还有很多马祖的朋友 前段时间买福州的房地产 也都赚了不少钱 我那讲实际吧 实际啊 金门我知道还有组团 到大陆去办居住证 买房子都赚钱 我们金马也很和善 你看那马祖的县长 跟那个陈写生立委 他们这几天去 他都马祖很多酒 我们连结有配酒 欢迎福州的老百姓 来我们这边配 所以说 如果说你觉得移民到什么葡萄会 我是觉得 你就到中国大陆 安身立家 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两边的关系 不是美国跟日本那种关系 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他在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领导人 就是也有一个毛病 跟康熙皇帝一样 我要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一个伟大的名声 这个几乎是中国领导人 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人 都有这种历史性的压力 那康熙皇帝 他虽然是一个满族人 他入主中国以后 他还想当中国的伟大皇帝 那康熙真的是中国 历年来 真的很伟大的皇帝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